欢迎收看今天的文献世界中报 今天为大家报道一个过去的 我们在上个礼拜还有好几次文献世界中报 都曾经报道过的中国大陆的环保抗争 在一连串的环保抗争里头 当然很大的原因是过去30年来 中国的经济发展牺牲了太大的生态 那么生态被牺牲 因此很多的民众对所有的工厂 对一般政府的兴建的一些化石工厂 充满了不信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但是现在有一个新的因素 在全世界都在发生 比如说我们对很多知识的来源是什么 那么这些知识如果牵涉到科学 牵涉到专业 我们对知识的来源很多 像中国大陆叫做百度 像台湾叫做Wiki 在美国叫做Google Google如果你进去的是专业的网站 它可能告诉你是专业的消息 可是如果你进去的是Wiki 它很可能就是有新人士 或是有一些错误的消息在里面 那么这里的错误还可以分成好几种 一种是知识不足所张贴的错误 另外一种是有特殊的目的 所刻意篡改的错误 而中国大陆的PX厂目前为止就发生了这么一场争论战 首先PX厂不断不断的抗争 开始有一些化工系的学生跟老师 以及相关的专家很狐疑 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们本来都认为 中国大陆的环保运动是必要的 那么中国政府过去太多批准一些对环境污染造成很严重的工厂 所以老百姓会出现抗争 可是为什么都是PX厂呢 我们待会给大家做出一个报道 PX厂呢 我们特别文献世界中报的记者 我们特别上网到了美国的环保署 来厘清这件事情 结果就发现 你把在百度上头 也就是中国大陆的Wiki 或是我们的这种雅虎搜寻引擎的 你上去看 发现它写的是剧毒 可是如果是在美国环保署来讲 PX是低毒 然后你再打开来看全世界美国有没有PX厂 有 有非常的多 而且主要集中在Texas 德州这几个地方 就美国有非常多的PX厂 而中国大陆呢 因为它很多重要的成品 原料都来自于PX 那么它觉得都从美国 从各地进口 它的整个进口费用非常的高 所以中国大陆希望能够新建PX厂 可是每一个想要新建的PX厂 都遭遇到很大的抗争 于是有人开始怀疑 这里头背后有阴谋 然后原来非常多人 直接的在百度上头 就输入假的制造网络上头的假消息 在网络上所制造的假消息 在全世界现在都是一个头痛的问题 因为大多数的人欠缺专业 只能相信网络的事情 如果它在第一刻的时候没有被删除 或者是说它即使删除了 有心人士立刻把它张贴回去 它已经成了全世界共同的困扰 而这是最明显的 是显示在中国大陆的反PX的抗争上面 有时候打到我了 7 太多了 就是打到我了 5 天哪 天哪 我的天哪 你看那个烟快看 好 大支是还好奇特大 是岩将反PX进行到底的冒名人 抗争行动竞典变成激烈的警铭冲突 大了大了大天了 來 農的農 來 農的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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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在放吹淚盪 連續兩天的緊張對峙 最終在大批警力鎮壓後 群不平靜 但冒名人反對興建PS的戰爭 並未因此平息 4月2號 一名北京慶華大學化工系學生 從百度磁條輸入PX 發現他的安全性被描述為劇毒 一場PX的磁條保衛戰就此打響 對二甲本的磁條被人惡意篡改為了劇毒這個字眼 其中有一個用戶 他在我們兩次修改為了滴毒之後 他又兩次把它修改為了劇毒 這場沒有煙銷的戰爭 幾乎引來中國知名大學化工系學生的聲援 我手裡拿的就是大家所說的那個PX 就是對二甲本了 然後我是因為實驗要用到這個 就從我們那個一個藥品供用商那兒 就買來了這麼一瓶 我覺得就是我們作為那個清華化工的學生 應該有責任去維護這個科學的事實 我就定期地去關注這個磁條去看它現在是處於什麼狀態 其實我們每個人相當於是一種輪班作戰的感覺 每個人在自己上去如果自己看到的都會第一時間上去把它改回來 五天內磁條被反覆修改了35次 而發起這場網路戰的正是一名廣東茂名的網友 他不服氣地回擊說PX明明有毒 改成劇毒這些修改者的立場上面 他們是希望通過這些謠言來誤導更多的人 如果民眾得到了錯誤的認知的話 可能會激化這樣抵制項目的這樣繼續擴大化 到網絡時代呢是人人都有麥克風人人都是總編輯 這個時候就必須對這種不確定性要有思想準備 這就是網絡時代這個信息爆炸帶給我們廣大的網民 或者說我們公眾的一些困惑 自從2007年廈門民眾反PX案成功之後 猶如在中國各地掀起了連鎖效應 大連一波昆明政府興建PX案通通遭到了抵制 民眾反對的理由就是質疑PX會釋放有毒氣體 不僅對生炭環境更會對人體造成危害 它的組成就只有碳和氫 它沒有鹿沒有這種有毒的其他的化學元素 所以燃燒了以後出來就二氧化碳和水 它沒有露漆啊什麼一些烏波啊槍啊 或者是燃氧化碳這都沒有 所以它燃燒了以後也不那麼可怕 這個對人體健康危害主要是有這個刺激作用 然後如果說高濃度的話是對這個 種鼠神經有麻醉作用 然後致激性跟這個致癌性這裡面都沒有數據 它這個主要危險性就是屬於易燃 對人體健康這個相對來說比較小一些 根據美國國家環境保證局的危害物質辨識分類 PX屬於毒性溫和的第二類 而美國也是全球第二大PX生產國 工廠密集分布在德州佛羅底達州等中南部各州 全美25家石化大型企業中 就有24家總部落在號稱PX發源地的休士頓 如果PX真的那麼可怕 那麼美國怎麼會將它視為支柱產業呢 美國應用化學博士商業週刊專欄作家就指出 PX項目本身沒問題 問題在於能否確保生產標準和環保措施的嚴格監管 只對它的低毒盲目樂觀是很危險的態度 但要說它是劇毒 不僅不科學也太過危言所聽 中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的PX生產和消費國 消費量佔全球三成左右 中國的PX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2000年之前因為發展較慢 供需關係相對平衡 國內自己率為88% 2000年到2010年 PX專案迅速發展 生產能力一躍成為世界第一 但從2010年至今 中國國內對PX的需求持續走高 卻因為建設遭遇阻力 不得不仰賴進口 根據中國新建的 每年860萬噸PTA裝置推算 需要增加620多萬噸PX配套生產裝置 但目前落實的僅有200萬噸 中國的PX缺口非常巨大 產能遠遠滿足不了市場需求 國內PX價格在2010年時 僅為每噸8354元 到2011年已經漲到每噸11864元 2013年國內PX價格最高達到每噸12500元 我都停了我全買 那價格一下上去了 這不就供求關係嘛對不對 世界上在供應商一看 你要買那麼多 那我提提價了 如果全部進口 價格肯定要翻上去 是吧 價格肯定要翻上去 那你就提高 提高你的持成本 老百姓你要買 現在到批發市場到哪兒 買衣服一般也就比較便宜的 那時候你再買 你就多花錢了 因為我們的服裝出口 衣料出口 那競爭力也降低了 你要是出口降低以後 我對著整個國家的GDP 和對整個的外貿 那是無疑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中國政府努力要發展PX項目 說穿了就是為了拼經濟 舉番吃衣住行都跟PX有關係 如今產能不足 等於把市場拱手讓給日本韓國新加坡 這三個全球最重要的PX生產大國 但現在的中國百姓 不但不想要代謝的GDP 也不想要高風險的GDP 面對抗爭 有人提出外國利益集團 縮食的陰謀論 也有人說是居民不滿 沒能得到應有的補償 才奮而走上街頭 但一如網友30歲憤青所說 我不是不相信科學 而是不相信拿回扣的官員 不相信唯利是圖的企業主 不相信漠視規章制度的員工 PX也許不是洪水謀獸 卻成了中國民眾抒發怨氣的出口 就算了